第十九章 上帝討大淫婦流人血之罪 此后我听见好象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荣耀、权能都属服我们的上帝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 因他判断了那用淫幸败坏世界的大淫婦 并且向淫婦土留博人血的罪 给他们伸冤 又说哈利路亚 烧淫婦的烟往上霧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 就俯伏敬拜 座宝座的上帝 说阿门 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 说上帝的众仆人 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 我听见好象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上帝 全能者作王了 付羔羊分言的有福了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贵给他 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 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结白的世麻衣 这世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意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负羔羊之分言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是上帝真实的话 我就苦福在他脚前要拜他 他说千万不可 我和你 并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 同是作仆人的 你要敬拜上帝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 乃是为耶稣作见证 有名写着万皇之王 万主之主 我观看 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騎在马上的 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 他的眼睛如火焰 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 又有写着的名字 除了他自己 没有人知道 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 在天上的纵军 骑着白马 穿着细麻衣 又白又稠 跟随他 有利剑 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 核管他们 并要善全能上帝 列路的走诈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 有名写着说 万皇之王 万主之主 请飞了 来附大言直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日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 大声喊着雪 你们聚集 来附上帝的大言直 可以吃君王 与将军的肉 壮士与马 和骑马者的肉 并一切自主的 遗牢的 以及大小人民的肉 我看见那兽 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 并他的军兵争战 那兽被擒纳 那在兽面前曾行歧视 迷惑兽兽印记 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擒纳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涌在 烧着硫黄的火狐里 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 出来的劍杀了 飞了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他们的主要是 心里的食材 散步 宜得 散步